就我觉得我们的未来不应该是打杂 我们的未来是要打拼出来 所以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想回来这边 就是了解一下我们 我自己的祖国 然后我的名字 那我就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侨应 是能引导更多的年轻人 去了解我们的国家走进这个地方 但因为我去到我亲身参与其中 我就了解到 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在举全国之力 为一个目标去奋斗 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所以我会觉得青年人 我们的未来不应该是打杂 我们的未来是要打拼出来 然后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一份自己的责任感